大家好 我是尝士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湯 是一个清潤 鹽皮湯 很适合小朋友喝的 选用的材料 有红萝卜 红萝卜2条 淮山1条 莲子2两 白盒1两 瘦肉1斤 切件分飞水 毛花果8果 有些朋友说 不喜欢的汤是甜的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添加减 把所有材料 放入锅中 加入适量水 大火煮沸 改为中小火煮2个小时 这个汤就可以了 现在可以拿去煮 煮沸 2小时后汤煮好了 加入适量盐 清潤健肥汤就行了 希望大家喜欢